娱乐频道美综合报道 虽然刚好是余小平初选的时间 怀疑是阴谋论 余祥全人与高姓男子同桌喝酒 却在离开夜店后发生丁止 当时高姓男子只控余祥全打他下巴 并坚持对余提高伤害 余祥全移送台北地减署 去后以三末元交保 给减则金钱一伤害罪 将余祥全起诉 据联合报报道 余祥全称高男的指控 都不是事实 并要高男没钱就不要出去玩了 余祥全表示 就算出庭也不会怨罪 且不担心会留下案底 另外 他至于刚好在余小平初选的期间被起诉 不觉得有点阴谋的感觉吗 余祥全因夜店偶然事件 闹上新闻版面 记者诚意宽舍 余祥全怀 已在余小平初选日 被起诉是阴谋论 翻试余祥全脸书 目前是余小平又党内民调初选期间 记者中红梁社